大嫂 張珊珊 大嫂 你怎麼又來了 那個 珊珊想給楊玲做伴娘 伴娘 我聽說這當伴娘 都得是未婚的處女 你合格嗎 還有別的事嗎 大嫂 沒事 開玩笑的 開玩笑的 你怎麼回事 臭 回來了 好 你們倆上年二哥的屋去 老二跟我進屋 有話說 有事啊 張珊珊在那屋呢 你怎麼回事啊 進啊 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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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不是 你可別容氣 你是公主才把孩子氣壞了 大嫂又不是衝你 那就是那脾氣啊 二嫂 你又怎么招大嫂的 你这话我怎么那么不爱听啊 大嫂一不高兴就是我招的呀 她那脾气你不知道 我还说不了你了 坐点 这干什么呀 欺负人欺负到家来了 那么不要脸呢 就找上门来了 哪有这样的呀 和平 别看你是我小叔子 这事还真就是帮礼不帮亲 就是你的不对 什么就我就不对了呀 你快点的 门关好没有啊 关了怎么了 看看这事怎么办 人找上家里来了 谁呀 还有谁呀 张珊珊 这 妈 这怎么回事啊 什么都没有 这下子 没有啊 还装呢 当着你亲大哥大嫂的面 还想瞒着 老二 这谁给的 知道吗 冯雪她后妈 人冯雪她后妈 在医院里看见你跟张珊珊 拉拉扯扯了 回去憋屈好几天 这才打电话让我去告诉我的 老二啊 你让我这当大嫂子 在他们家人面前都抬不起头来 知不知道 你去找她去了 我找她干嘛呀 是她打电话叫我去的 这干这破事 不不不 嫂子 哥 真的我求你了 以后冯雪他们家的事 你不往里掺和行吗 听见了吗 你以为我爱掺和呀 老二啊 我这是帮助你呀 是为你负责任知不知道 你现在是不是特希望我装糊涂 什么都不知道 我告诉你 你大嫂子可真不是那种人 我就见不得那偷鸡摸狗的事 咱们家可不能出陈世美 什么样子 老二啊 你就好好想一想吧 想当初你跟人冯雪在一起的时候 你有什么 你有什么呀 你什么都没有 就连住那地下室 是不是都冯雪帮你找的 你没钱的时候 人冯雪没嫌弃过你 现在你有俩破钱了 你嫌弃人家 还找一个小的 那张珊珊除了年轻以外 她有什么呀 哪比那冯雪好啊 你怎么能忘恩负义呢你呀 这丧良心 小点声 什么小点声啊 怕冯雪听见 怕人听见就别干这破事 我告诉你老 人家冯雪为你留过孩子 欠人一条人命 这请你不领啊 你怎么就一点良心没有呢 一点不念人好呢 文静瞎猜什么都没有 什么叫瞎猜呀 你就在这站着呀 这当大哥的 不知道劝劝弟弟呀 好 我去劝劝劝劝 你让他自己先好好想想啊 看他想人了 别说啊 你推我干什么呀 不是我说你 你能不能给老二留点面子 我不给他留面子呀 我已经够给他留面子了 你问你弟弟他自己要脸吗 我告诉你啊 人家冯雪他后妈可把花撂下来了 如果咱们撵不走张珊珊 他撵 他怎么撵啊 我哪知道啊 一个农村人怎么撵 你问我我哪知道啊 你们听好了啊 这事要闹大了 咱们全家人都跟着丢脸 行行行行行 媳妇 你看这这么大事 你 你也没把自己气着是不是 你这把你气坏了 我还心疼吗 行了 来 杨琳 喝杯水吧 谢谢 饿散你的 二嫂 二哥在那边这么长时间了 你也过什么呢 要不咱过去看看去 行啊 那要不咱们一块过去吧 行 媳妇 甭看了 珊珊 来 拿着东西一块过去吧 好吗 走 哎哟这真方便啊 多好啊 这杨琳这孩子还是有心的 还怪不得老三媳妇的 你这这照片都出来了 就 我说啊 你说这么大的事 就让他们在家里商量了 我老觉得心里不踏实 你是不是 回去一趟看吗 这不是你的主意吗 你不说 让他们先自己弄 弄不成了咱们再插手 好有个回旋余地 你不是这么说的吗 是 变主意了 没 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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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对了 这爸妈都不在 咱们在这 能做疗伏吗 这事儿 爸妈跟我和老三都商量了 日子呢 爸妈定 估计就下一星期吧 时间也不能太长了 爸的身体 还是拖不住了 杨琳也拖不住啊 都显怀了 那怎么了 人家国外还有带着好几个孩子结婚的呢 那那我们是落后了呗 我们结婚那会儿可不行这吧 必须是先结婚后生孩子 要像你这样 先怀 这个场地呢就盯在病房 主要是为了爸能看见 因为 发现基本上也下不了床了 我觉得要这样的话呀 也挺好 是吧 在病房里结婚 酒席咱也不用摆了 婚庆公司也省了 简单 那个 我跟杨琳嘛 也没什么别的要求 都是为了爸嘛 但有两样东西我觉得省不了 一个是我新婚的结婚得有套婚纱 还有就是那戒指 还戒指呢 中国人结婚 什么戒指啊 哪儿兴这个呀 我跟你大哥结婚的时候就没戒指 对啊 大嫂 你这么说没意思了 我们家杨琳什么都没要 就要一戒指 我跟冯雪结婚的时候也没戒指 现在重要的不是戒指 现在咱们家是非诚时期 爸现在病成这样了 是吧 这事呢 我跟妈这也说了 你结婚呢 我给你吹一大份子 把钱一次给你 你呢想怎么花怎么花 你买戒指 你买什么都行 好不好 好 也行 那你们 打算出多少 那个我跟你大哥出婚纱 你就不用买了 别谢大嫂 您还是把那钱给我们 让我们自己去买就行 是吧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 是给你钱你也买不着这样的 大嫂 您不是打算给我们俩借一套吧 对啊 我弟弟不是在婚纱店工作吗 不是 人家婚纱好几十万呢 根本不往外借 你以为呢 再说你们俩结婚也就接这一次 婚纱也就穿一回 买它不知道 你知道吧 不是大嫂 你不觉得那个三儿 这个 虽然是在这个病房举行婚礼 但是 怎么着也得布置布置 这婚纱公司呢还得要 到时候大哥帮你张罗上 好吧 疼了脸 没事吧 二嫂 怎么了 徐阳 那那那蓝 你快快快 扶他进屋去 给他弄个暖水袋 赶紧回去歇歇 没事 我把这把事说完了 你这不是新当钱了吗 老三 我跟你说啊 童姐 这一天身体都不舒服呢 不说了啊 按照现在市场上呢 就是这这社会上吧 结婚的十万八万呢 这么着 我把钱呢 一次性给你 你呢 省着点花 把这领了 杨林志不怀着孕了吗 马上也生孩子 以后也需要钱 以后过日子需要帮忙了 你跟我言语 我也不可能不帮 好吧 我和我 那个 我快点回去 好 赶紧 赶紧 赶紧歇着 让他多喝点热水啊 你看 你看 咱们家老二的 还是对媳妇挺关心的 哪可是 到什么时候 还得是凉口子 对对对 凉口子 大嫂 你看不出来啊 不是 您不觉得我二嫂是肚疼的 这点寸呢 哪寸呀 你媳妇肚子没疼过 是不是 大嫂 不是 您什么时候跟我二嫂站 同一站线上了 您不觉得她心眼多了呀 你二嫂心眼多呀 那得分跟谁比 她要是跟那小母狼比 她就是一傻子 知道吧 什么人都看不出来 引狼入室 而且把那狼 当成流浪狗 这就你二嫂 什么小母狼 你没听明白啊 就现在呀 有一种狼 叫白眼狼 你怎么喂它 它都不饱 你对它再好 它该吃你还吃你 是吧 珊珊 你怎么会比方